多謝主席 司長 各位官員 現在跟進質詢 剛才講到一個關於被質疑 為何我們現在電視頻道太少了這麼多 其實都不是林廳長這次來講的 一直都是這樣講的 這些是有版權等等的問題 但是我提醒一下 我們在立法會通過了著作權法律之後 其實原來公天提供的電視頻道裏面 有部份因為我們的著作權法律通過之後 就已經自動刪除了 即是說除非在政府方面認為 即使刪除了 仍然有相當部份是違反著著作權的 違反著這些法律的 如果不是的話 它是合法地在轉播著的時候 在轉播著這些電視頻道的時候 那為什麼現在一聽到政府去主導的時候 就會不見了這麼多電視頻道呢 當然你可以搬出很多國際公約出來 但是問題就是 我想知道是不是現在 未來我們擔心著的就是 未來政府又繼續去主導 即是說其實就算 今年那四月之後 由政府繼續主導的時候 我們的電視頻道都仍然會大幅度 維持像現在這樣 少了這麼多 是不是會是這樣呢 那這一點上面呢 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了 就是有政府主導 原來是澳門居民的利益受損害的 如果沒有政府主導的公天 是自己可以自行去播放的時候呢 那它又沒有違反 又沒有違反這個 澳門的著作權法律的情況下呢 都仍然可以提供給市民 還有更多的電視頻道 你收睇的時候呢 那我勸政府了 你收手了 你不要主導了 你主導了之後 會損害到澳門居民利益 又要給多些錢 又要主導 結果是居民受損 我想這一點上面 我覺得政府在未來的檢討的時候 是需要清晰這個 因為政府主導而導致居民受損 這個也都等於 巴士經營的政府主導一樣 多謝